铁匠首次尝试注魔居然把桌子点着了 刀将玩火翻车差点把刀把烧坏 这期段到大赛真是太然了 今天聚集到这里的都是本季段到大赛的单起冠军 预待王冠必成其中 既然敢再次接受挑战 那么想必什么都难不到你们 咱们今天就来做盒装大马吃个钢吧 节目组今天难得豪爽了一把 一下子给出了一桌子钢铁资助 每人要从中选择至少两种材料 做一盒马的电充物 然后用这些工艺 装造一把带有贯穿式饼的小刀 第一回合限时三个小时 比赛这就开始 几个刀将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先画图纸再上攻 小春要做一把下弯反取刀 这种刀很考验技术水平 如果能做好 那会是一把功能性很强的刀 彼得打算做一把造型朴素的野营刀 他认为 这种刀性和贯穿式刀饼很配 小红决定做一把冷门的都市激烈刀 有追求是好事 几个专业评委也是爱刀人士 如果他能成功还原图纸 那肯定能顺利讨取评委们的欢心 小红有自己的锻造习惯 因此他要做他最擅长的反取刀 完成了设计图 就可以去挑解材料了 彼得随便抓了一把钢篮线和炼锯条 现在金属罐内部涂了一层立可白 再往里填充材料 小红在准备工作中 也使用了立可白隔离液 其实这个隔离的步骤可有可无 只是用来方便后期给钢皮脱模 但想要脱模还有很多方法 肖恩和小崔就没考虑立可白 直接从桌子上捞了一些周春滚竹 1080小地方 还有自行车链铁要做主材料 用钢粉填满罐内空隙以后 就可以焊接封盖 把赫码投入炉中断烧 降热期间 小红的铁罐放起了烟花 多半是封层不够严实 内部进了空气 必须尽快补救 但这么一来 它的进度就落下了不少 首个加热周期结束后 进度正常的刀将开始给钢皮脱模 有人选择用脚模机磨皮 有人用茄子把外壳早开 现场一时火花此剑 比烟花大会还要热闹 一个不小心 肖恩还挂了彩 不过节目组迅速提供了意料支持 她的伤口也得到了及时处理 毕竟藏在炉边走 哪有不少血呀 等到大伙都完成了脱模后 小红才姗姗来吃 被大部队落在后面的感觉并不好受 尤其还是在这种现实比赛中 更考验选手的精神意志 小红就明显有练手忙脚乱了 等她完成脱模 比赛只剩最后一个小时了 别的刀将都在这期间断打 出了刀行排队吹火了 小红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紧赶慢赶把刀打出来之后 做了一个仓促的吹火 刀片出锅后还在卯烟 可由于她急着去磨刀 为了让刀迅速冷却下来 居然急不择时 慌不择路 把刀泡在了冷水桶里 最后几十秒 她迅速算起刀片 跟着大伙平命磨刀 在比赛结束时 也算是交出了成果 无论结果如何 先给自己鼓鼓掌吧 接下来是评委得罪人缓解案 小翠的下弯刀 轮廓鲜明 比例分配没有问题 刀人两侧一起磨出锥肚 超额完成任务 彼得的刀型也很不错 从明确刀跟形状可以看出 他已经想好刀柄要怎么做了 脾位当中 有人很期待他接下来的表现 小翠的刀线条清晰 打不干净 表面还能看出 龙杰前的小钢猪的痕迹 质感不错 就是超位有点重 最后是小红的刀 由于前期出了点意外 导致他宣称工作仓错 刀片表面有大量的金属罐残留 自身也有弯曲变形的现象 和其他三位相比 确实是不够看 所以首轮比赛 小红出局 三位章刀冠军 顺利晋级第二回合 这一次节目组 给出的题目 也是别看生命 首先主持人掀开桌上的破布 出现在众人眼前的 就是一整套助材工具 大伙要用这套工具 交助液态金属 所做出一个和刀饼 适配的固者和底座 然后把他们组装成完整的武器 由于难度提升 刀剃时也延长到了四个小时 本回合结束后 还有两波严苛的实战测试 等待着他们 刀家们 刺球多福吧 小翠就另先去磨刀开刃 顺便观望一下两个对手怎么做 彼得和肖恩就比较有主动镜 将加热青铜再做出模具 然后填充流纱 开始注磨 彼得的第一次尝试还算顺利 但是他提前挖好的洞 也被填死了 把液态金属静置一段时间后 再将筑膜盒子拆开 这青铜的橙色简直太惊喜了 这次铸造行动 肖恩也顺利下车 与此同时 一直在磨刀的小翠 差不多也把交注过程看明白了 总之就是先这样 照葫芦画嫖总的学到三分像吧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的操作还真出了意外 液态金属在筑膜内部形成的 青铜块中量压过了流线 直接摔倒在了操作台上 自己燃起来了 小翠立即扑火 受除完残局后身心俱疲 也不想再反攻了 直接捡起一块最大的青铜 打算把它改造成护手 比赛还剩90分钟 由于每个人做刀饼的习惯不同 刀鱼们的进度差距逐渐拉开 取好了各自观用的比赛后 再用自己擅长的方法加工 彼得最先把刀饼组装起来 现在正要用气体火枪加骨骨脚 小翠选了几块人造塑料 将它们拼成三明治的形状 用胶水和肖钉固定好后 再拿去打磨一下就可以输功了 最后是肖恩准备收尾工作 但他也有点急了 没能控制好火猴 突然把刀饼点着了 好不容易把火扑灭 最后的魔刀只能仓促车尾 倒击时如期结束 三位选手一一不舍的缴械 准备迎接强度测试 彼得第一个挑战 他的野营刀已经被磨得增量 期待他的表现 刀片结构稳固 刀片没有损伤变形 成功通过 接下来轮到肖恩 虽然比赛最后刀饼屁股着了 但整体完成度还是挺高的 这把刀虽然不够锋利 但这恰恰增强了他的抵抗性 至少在这一轮可以顺利通过 下面来看小崔的表现 浑身材质都很坚硬 刀剑的穿透性也是最好的 干得漂亮 接下来是锋利度测试 彼得再次准备 刀刃锋利 刀柄手感不错 但护手有点便宜 稍微有点影响精准度 总体来说表现还可以 肖恩的刀继续测试 干净漂亮的切割 使用手感也无可挑剔 最后来看小崔的表现 同样完美的表现 美中不足 只有刀柄上的竖纸没有磨干净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问题 至此 试刀测试全部结束 选手们来到休息室 乘谈感受与经验 评伟们则是进了小黑黑物 讨论淘汰名单 在仔细分析了三把刀的优劣以后 他们认为还是彼得的刀手感 稍差那么一点点 手感这种事 咱们不在现场也不好说 总之这一轮比赛 小崔和肖恩来到最终决赛 为了匹配冠军的韩静样 节目组今天搬出了本期最刁钻题目 印度护臂剑 这把剑铲自印度中部 刀片柔刃有四英尺长 绣套很厚实 通常会覆盖使用者的整个手腕 而这样独特的设计 是为了让骑兵的招式更迅猛 抽到角度更广 每人五天时间完成挑战 要求锻造双面开刃的刀片 而且要还原这个拳套和B套的配置 最终决斗现在开始 肖恩回到家 立即决定做200层大马式鸽钢 将不同材质钢材交错对叠起来以后 再反复切割折叠 锻造成一绳块 忙了大半天 钢皮这边告一段落 但他还没有打算休息 而是又搬了一块原木 打算用它作为工作台 开始在上面断打复臂一角 用一边小碎也很兴奋 他用上好的5160钢做原材料 利用动力锤塑形 很快就把刀片轮廓做了出来 到了第二天 肖恩继续研究复臂的做法 虽然从没做过这种武器 但打铁的原理是普通的 他凭借一把锤子 就将所有材料都敲了出来 不愧是专业人士 第三天 小碎的刀片彻底完工 吹火硬化过后 为了测试刀片的强度 小碎对他进行了一些 惨无刀带的虐待 证实的硬化效果很成功 接下来只要把忽必做出来 就算完工 来到第四天 肖恩的刀片也已经成型 先给他大磨抛光 减轻重量 然后和忽必组装到一起 再用焊枪做一下加护就可以 可惜啊 焊接石碰金的火花 把刀片烫伤了 现在重做也来不及 肖恩别无他法 只能把刀片磨得更薄 掩盖这个失误 很快到了最后一天 小碎忽然有点瓶颈 他的忽必材料已经准备好了 但忽必里面要加什么做保护 他一直没想好 直到比赛结束前 最后一个小时 他才下定决心要用羊皮 最后的组装十分匆猛 好在结果还算不错 两位刀匠带着各自的作品 回到现场迎接他们的终极训练 在那之前 先来看看两把武器的外观 小碎的剑由5160刚打造 刚之呼匹配羊皮内成 看着还挺出世 小碎的剑看着也是很有水平 刀片有两种钢材混合打造 叠加了200层花纹 看来今天又是一场恶战 工艺度测试开始 先来看小碎的表现 武器略重 但刀刃非常锋利 刀片也有足够的韧性 表现不错 接下来轮到小碎 刀封要是华丽 锋利度也可以 但是刀太重了 这可以说是大马车钢武器的铜病 再来是强度测试 小碎准备 刀变成功弯过20度角 而且没有留下变形 表现不错 再来看肖恩的表现 老肖恩全程紧张心跳 还好刀锋依然比直 最后是杀戮测试 这次能否奔出胜负 我们来看小碎的表现 刀片锋利好回动 片叉烧手感很好 狗哥很满意 最后是肖恩 致命的杀伤力表现同样很不错 但最后公布冠军是小碎 这次肖恩先别难过 他这把武器外观优美 比例也没问题 但就是刀片太重了 虽然只是一点小瑕疵 但也已经明确影响到了他的使用手感和性能 所以很遗憾 最后我们恭喜小碎获得本期比赛 冠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